身穿橘色T恤展现满满的青春活力 乔委会举办2016年乔商青年国际志工服务营 共有来自北美洲 欧洲和亚洲七个国家地区 34位乔商青年参与 开幕式在北投龙邦乔园会馆举行 主持仪式的乔委会副委员长吕元荣 特别向大家说明服务营的宗旨 首先要代表乔委会的委员长吴欣欣博士 在我们的龙邦乔园会馆来欢迎大家 这项的活动是以国际青年志工为主体的活动 它的意义主要是在于付出 付出什么呢 付出我们对于社会的关怀 付出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个服务 那乔委会呢特别重视我们所谓的志工的精神 什么叫做志工精神 就是利他爱人的一种出发点 我们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要利他 为了要爱人 营队辅导员以轻快的舞蹈与歌曲 向青年们表达欢迎之意 国际志工服务营之后将前往花莲 深入偏乡为当地服务 乔委会除了希望这群华裔子弟能培养人道关怀 也期望他们透过生活体验更加了解台湾 台湾宏观电视陈宁文中金刚台北 前往报道